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几乎无处可躲 美股继续全线下跌 在过去的一周交易中出现大幅波动后 市场需要对轮换进行一些消化 但是轮换能否继续将取决于经济数据和公司的盈利情况 与此同时 VX波动力指数越深 创下了自今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反映出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未来30天的市场波动情况 事实上 最近纳指和大型科技股连续下跌 对利空敏感 例如 艾斯莫尔业绩不及预期 同时对利好顿化 台积电财报超预期 都是短期鉴定杠杆资金逃离的信号 除了川普和拜登的不确定因素之外 还包括降息交易带来的风格在平衡 据彭博报道 拜登政府可能对东京电子 艾斯莫尔等芯片供应链公司的一些行为进行制裁 引发市场避险情绪 前期 科技股头寸过度拥挤 加上美股积极效应转向不利等技术性因素 可能增加回调压力 不过从技术面来看 标普指数仍高于关键的短期支撑位 此外 自2023年10月以来建立的看涨趋势线 在稍低的地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这意味着任何向行走势都可能有限 随后可能会出现反弹 整体而言 尽管经济科技股暴跌 但对美国股市的情绪仍然乐观 这种乐观情绪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对美联储即将降息的预期所推动的 过往的走势表明 科技板块调整之后 通常会出现快速的逢低买入 一旦获利回土压力消退 行情就有可能修复 今天全网刷屏了 感谢微软今天全球摸鱼日 由于微软蓝屏事故 导致了不少国家的航班停摆 美国多个州的911服务器中断 伦敦政权交易所的服务中断 多国医院歇菜 直播断片 地铁 高铁失踪 银行 企业 超市 甚至政府部门全线崩盘 更夸张的是 微软公司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蓝屏 卷不灰了 因为他们自己也蓝了 是一家叫做Cradstrike公司安全软件的 最新一个Upstate 有个bug影响了WindowsOS的底层功能 不安装这个安全软件的就不会有影响 或者重启电脑 修改文件夹 禁用即可 好消息是数据没有损失 系统恢复现在也都是批量操作 其实很快的 微软宣布问题已经解决 但这似乎只适用于美国 而且本质上不是微软的问题 微软不会赔钱的 这个事情都只能算是公司倒霉承担损失 市场高估了实际的损失 因为这和以前病毒是不一样的 病毒损失的数据 导致企业损失非常大 所以对微软的股价没有什么影响 坏消息是 这是又一场全球性的大规模IT构涨 难以想象这么大的报额 居然都没有测试出来 就推送给客户了 据技术网站的报道 微软Windows部门已经把测试人员全部裁掉了 Windows 7是最后一代 采用传统人工测试方式 进行测试的Windows系统 如今全球IT基础社失事越来越发达 科技公司满满世界建服务器和数据中心 但支持用户和整个社会的结束 越来越相互依存和脆弱 安全专家说 很少有科技公司在这些重大故障后受惩罚 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将来或许还会发生 下面打开个股 奈飞财报超预期 第二季的营收和美股收益 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式的预期 全球付费用户总人数也超出预期 奈飞的广告支持层级取得了显著增长 全球越货用户从去年11月的1500万增加到了4000万 如此激增和对密码共享的打击 都增加了收入和用户数量 对第三季度美股收益做出的展望超出预期 但是对营收做出的展望则未能达到预期 这次财报看到有三个潜在的忧虑 第一 这次管理层提到 其预计第三季度的付费用户竞争服务会低于上年同期 这是因为上年同期开始 付费共享服务所带来的用户增长影响已经全面释放 这意味着未来的增速会逐渐放缓 利好影响逐渐淡化 未来的用户增长动能或没有之前几个季度强劲 第二点 管理层在业绩发布会中提到 印度是奈飞付费用户竞争长第二多的国家 也是期内收入增幅第三高的市场 会继续增强印度本土内容和营销 并认为印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其用户增长或主要集中在收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可能反映在发达国家的渗透率逐渐见顶 而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的平均用户收入或难以提升 这可能影响到奈飞未来的整体美用户收入及利润 第三是关于AI 奈飞暂时没有为资本市场带来值得憧憬的AI故事 视频社交平台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 在AI的发展推动下 用户创建内容的便利性和成本是越来越低 而质量却越来越高 奈飞花费巨资打造的内容将面临很大的竞争 不过好消息是 广告收入增长十分显著 而且仅仅是开始 将来广告业务的贡献和利润会更加显著 游戏业务方面 目前奈飞正在推进其三年游戏计划 并表示进展顺利 管理层表示 其设定了非常进取的增长目标 接下来奈飞将着力多用化努力 谱写新的增长故事 尽管相关基金尚未正式推出 但以太坊ETF市场的争夺战已经悄然开始 贝莱德等于一众胡尔街机构争相减免以太坊ETF的费用 在即将推出的十支ETF中 有七支提供了费用减免 有些甚至是完全免收手续费 持续时间从六个月到十个月不等 这恰恰表明 这些发行商们预期的竞争有多么激烈 这将是一场筹集资产的战斗 许多参与以太坊ETF市场争夺的发行商 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比特币ETF中 也经历了类似的竞争 数据显示 这些ETF自今年1月高调上市以来 吸引了百亿美元规模的资金流入 其中贝莱德的比特币ETF表现尤为突出 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又为210亿美元 消息没啥 美国监管机构已告知至少三家 申请退出以太币价格挂钩的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公司 他们可能会最终批准新产品于下周二退出 冯西社预计 以太坊ETF将吸引高达100亿美元的新资金流入 欧洲方面 在获得欧洲议会720名议员的多数支持后 冯德莱恩终于连任欧委会主席 之所以说终于 是因为此次连任之路实在是太波折了 直到6月份 在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苏尔茨在那的6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加持后 冯德莱恩的连任之路才算是稳了 相较于前任 冯德莱恩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让欧洲人都记住了他 此前在这个职位的人 例如普罗迪或者是荣克 几乎都少有人关心 而冯德莱恩对欧盟所做的一切都让人记忆深刻 其家世显赫是官二代 前德国州长的女儿是7个孩子的母亲 作为夺阁国防部长 冯德莱恩赢得了铁娘子的威名 但是丑闻不断 黯然下台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时 法国总统马克龙横空出世 拯救了他的事业 2019年7月 在商讨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时 马克龙向默克尔提名了冯德莱恩 而作为交换 法国人拉加德将入州总部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 冯德莱恩就这样成为了欧盟主席 要知道 此前他甚至连欧洲议会的提名都没有 暗箱操作的背后又是利益交换 从此冯德莱恩迈上了人生巅峰 但在其任期内 世界发生了巨大的面化 新冠疫情 欧战争 作为一名出了名的大西洋主义者 欧洲著名落官代表 支持北约打压中国 成为最受华盛顿欢迎的客人之一 所以有人说这次在华盛顿的推动下 不能连任那才是奇迹 目前在欧洲 官员们一直在为川普回归的可能性做准备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最坏的情况 他们预计 欧洲国家与拜登政府的密切关系 不会延续到川普2.0时代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 美国与欧洲爆发了一场贸易战 川普威胁说 如果欧洲成员国不增加国防预算 美国将退出北约 随着当下俄欧冲突的延续 川普的竞选副手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一再呼吁结束对乌克兰的援助 一场紧张的恐慌情绪 在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蔓延开来 如果川普再次当选 欧盟国家担心来自美国的压力会更强大 但实际上纯粹是交易性的 在钢率关税仪式上 欧盟与友好的拜登政府 都没能通过谈判永久解决问题 更不用说和川普政府了 所以说交易性的问题 可以存在交易性的解决层面 也就是说 其中存在交易的筹码 例如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 以换取欧洲在中国问题上 更强烈的支持华盛顿 市长认为 川普胜选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在理解川普交易时 需要区分哪些是政策方针 哪些是口号或者是愿景 随着大选进程的深入 市场关于川普交易的七条反射 可能已经过半 后续将更多的关注 具体政策落地的力度和节奏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本周末或许有大事发生 如果发生 或许对资本市场是好事情 因为确定性增加 资金就有了发力点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新闻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